接著我們開始做一些題目 例題 這裡就是利用所謂的病連跟串連的關係去求它是多少 告訴你那個安培器的電流是6安培 上面的丁旁邊的是2安培 然後問你呢 甲乙丙乙乙的電流大小是多少 第一個 甲很簡單 甲就是跟安培器串連嘛 串連的時候電流是要怎樣 一樣啊 所以呢 甲是6安培 安培器也是6安培 所以大家都是6安培 沒有問題 那個丁旁邊那個 丁那個也可以啊 因為丁跟那個2安培的 凳泡串連對不對 所以它的電流就是多少 2安培 因為串連的時候電流要一樣 串連的時候電流要一樣 所以它就是2安培 好了 甲解決了 丁也解決了 好剩下來 我們來看看 乙跟丙 或者還有那個霧 那乙丙我們現在一定是要一樣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我一定是要乙丙都一樣 所以表示這兩條完全一樣的路 這樣我們目前才會算 那以後交過的電流它就會不一樣 就是你利用歐姆定律什麼去算 去解決 那那個霧呢 霧是跟丁怎麼樣 並聯嘛 就是跟那個並聯在一起 然後合起來變成總電流嘛 所以呢 霧跟丁並聯然後變總電流 總電流有多少 6 那上面是2 這樣是多少 4安培 所以它就是4安培 那剛剛講的乙跟丙 我們說是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進來就分兩條嘛 一人分一半 進來是6安培嘛 一人分一半多少 就3安培嘛 所以呢 乙丙就是一樣 它都是3安培 好 然後再說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我必須要乙丙完全一樣 我們才會做 那以後交了電阻 它就可以 電阻就可以不一樣 它就會另外的算法 就是要歐姆定律去算 那後面的事情 OK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01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做 練習02 好 我有告訴你假數5安培 丙是3安培 請問你丁是多少 乙是多少 丁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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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是多少 來 我們請 滴滴5號 滴滴5號 來 第一個 我第一個問的是丁對不對 來 請問你丁多少 1安培 你說1安培嗎 請說 答案呢 他說丁 答案叫做 3安培 因為丙跟丁是串聯的 所以串聯電流的是一樣大 所以呢 丙是3安培 那丁就多少 3安培 是一樣 好 那 乙呢 乙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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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號 31號 兩安培 兩安培 請坐下 因為丙丁串 總電流串一樣 當作只有丙 然後乙丙要併聯 併聯會變成相加 變總電流 相加要變成五 乙加餅要變成假 所以呢 乙加是要變成五 所以乙就是兩安培 所以呢 來兩安培 就是我們的練習02 很簡單的 運用一些 並聯跟串聯的關係 就可以求出來了 好 我們再做一題 跟這個一樣 就是利用簡單的 並聯跟串聯關係去求 只是看起來 圖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是你看那個箭頭 你就知道 它是什麼聯的 有什麼什麼聯的 好 告訴你i3是3安培 i4是2安培 i5是0.5安培 請問你i6 i1 i2是幾安培 幾安培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你i1是幾安培 第一個問題問i1是幾安培 因為i1比較簡單 因為i1比較簡單 i1比較簡單 應該比較簡單吧 應該比較簡單 OK 好 這個我們找一位 這位叫做23號 23號 你等一下 你答案多少 多少 5.5安培 請坐下 5.5安培 i1 i1跟i1都是總電流 i3 i4 i5合起來就是總電流 所以把它加起來 就是i3加i4加i5 就等於i6 就等於i1 i6 算完之後 就是5.5安培 也就是 i6 5.5安培 i1 i1 i6 是幾安培 剛剛不是已經算出來過了嗎 不是我有寫錯 前面應該寫的是 i1 前面應該寫的是 i1是5.5安培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我最前面是問誰 最前面就是 i6跟i1應該一樣 i6跟i1應該一樣 5安培 這在前面都已經解決過了 那剩下一個什麼 i2 剩下一個i2是幾安培 剩下一個i2是幾安培 我拜託 然後 要找個可愛小女生呢 No.10號 10號 10號在哪裡 可愛小女生 你答案多少 3安培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3安培 i1會分成i2跟i3 所以總電流等於兩個分電流相加 所以5.5等於i2加i3 i3是多少 3安培 所以i2就是2.5安培 好難喔 我問你說 有沒有別的想法 沒有 一定有嘛 我這樣問就是 鐵定是有嘛 你 你除了說i1會變成i2跟i3之法 可以怎麼做 i4加i5 對 i4加i5啊 就是也是一樣嘛 本來就是 這都是怎樣 都是利用簡單的病聯跟串聯的關係去求嘛 這個小 這個技巧也是未來我們解題的時候 需要用到的技巧 就是它病聯跟串聯的關係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嗎 OK OK